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知道消失了有多少 更远处一座又一座大山相继坍塌 烟尘扶摇直上万丈 天地一片昏暗 两人激烈对抗生死搏杀 黑色的宝瓶与黄金太极园巨状也不知道多少次才停下来 两剑倒的载体横空 天地间瞬息平静了下来 叶凡嘴角溢出一缕缕黄金血液 身体起伏不定 太极园转动 光泽未暗 并没有被瓦解 另一边 乌光闪烁的大道宝瓶沉沉浮浮 并未损伤 但是却脱离了华云飞的天灵杆 远在数百丈开外 她的身体破破烂烂烂 几乎碎掉了 遭受了无法想象的创伤 若非有黄洁再生数 这次叶凡可将她毕掉了 华云飞身体发出雾光 天灵盖出 血气更是贯穿了消汗 她的身体劈啪作响 黑色的大道宝瓶第一时间飞来悬在头上 叶凡一步步走来 擦净嘴角的金色血液 看来你没有机会吞噬我的本源了 我送你归于净土中吧 华云飞冷笑了起来 我对圣体本源越发的看重了 比切都还没有结束 如墨玉一样的大道宝瓶沉沉浮浮浮 吞吐天地本源 垂落下一道道乌光 将它淹没在下方 这是一条条大道法则 远处 一道利盈将方才一战的结果全部看在眼中 李小曼如折仙凌空 衣美飘飘 站在一座山巒上 大道宝瓶乌黑晶莹 沉沉浮浮 它使道的载体 垂落下一道道乌光 将华云飞淹没在下方 这是一条条法则 在这一刻 它亦万法不侵 整个人好远如道 越发的深不可测了 宝瓶护体为它提供了无量法力 此瓶虽然没有真正演化成形 但是早已有了无穷神能 有海量的法力 它每次吞吐都在与天地本源交还荆气 非仙诀 万化诀 怀云飞大鹤 这一次有大道宝瓶与它合一 大不相同了 左手非仙诀主攻 右手万化诀瓦解对方秘书 天地交态 龙凤和明 远胜从前 波动一出 前方一片山脉就成为了积粉 不复存在 攻击力多么的可怕 可见一般非仙之力吓人 叶凡心中一灵 其他秘书皆无用 全都会被万化诀化掉 此时他只运转九密 加持黄金 台积元 这是一场生死大战 不得不说 当今的话云飞 无论是从体制 还是从战力来讲 都可以傲视同代 未来的成就不可估量 生死大决战 两人打得天崩地裂 许多大山都被移为了平地 诸多大瀑布向天上倒流 还有地下充气的岩浆 更是染红了天空 黄金 太极元 绚烂多目 每一次转动 都是一次阴阳生死 盼别人的死 也盼自己的生 神庙无双 而另一边 大道宝平也越发的神秘了 演化诸天法则 丝丝缕缕垂落而下 将画云飞包裹在内 禅述道的庙里 此时 无论是主公的非仙诀 还是瓦解万数的万化诀都远胜从前 万界法则侵入 本源加持变得可怕绝伦 画云飞出手果断 此时他冷酷无情 纵然只是冲下去的余波 只是轻轻一擦 大地上就成为了一片废土 山川成粉 寸草不生 叶凡心托一跳 非仙诀与万化诀果然是奥妙无双 若非他以斗字蜜演化出太极元 今日多半要隐恨收场了 两人大碰撞 生死对决 皆遭受了恶案例 口吐鲜血 双双道飞 叶凡静心凝神 演化自己的道 浑身经营 如七彩琉璃一样 太极成员 为最根本的道痕是大道的原始诡计 他呼吸天地惊奇 感受整片大世界的脉动 与这方乾坤合一 成为了道的执行者 每一击都破万法 每一个动作都是道的意志 两大强者连续碰撞 各战无双傲义 杀得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整片山脉满目疮痍 也不知道毁去了多少灵地 山河皆碎 诸多大湖 都是一击成空 不要说湖水 瞬息蒸干 就是干涸的天坑 都成为了沙漠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 万物皆毁 百万里清灵 好大无边 没有尽头 不然若是打出去 必然会生灵土坦 死伤无尽人类 即使是这样 众多飞禽走兽 也都遭了大殃 很多都毙命在这京市一战中 全都随那倒塌的山川 一起葬进了尘埃中 在这一战中 光以化仙池命名的湖泊 就已经消失了三处了 不难想象 他们大战的范围 有多么的广 这是一场大劫 秦岭中飞禽走兽 各种生灵全都战战兢兢 相隔很远 就逃顿而去 惶惶不可终日 像是躲避末日浩劫 大战惨烈 两人都已负伤 黄金血液还有五彩血液 不断的坠落下高空 但是 他们的毛子却越发的冷裂了 没有一个人皱下眉头 舍生忘死 搏杀不戳 大道宝平 万发垂落 丝丝缕缕 与化云飞合为了一体 乌光流淌 让他越发的危险 飞仙诀万化诀 奥义尽出 如日悬空 圆满而鼎盛 砰砰的 两人聚战 嘴角皆沾满了血迹 双双倒飞 而后又冲向一起 虽然剧烈厮杀 但每一个人心中都很宁静 在这种关头 还在揣摩 多一方的道 黄金太极元 月发神庙 每一次转动 都是一次阴阳生死之分 叶凡沐浴生之光 如一尊天神一样 英姿伟岸 掌控山河 每一击都会有一片死光飞出 破灭万物 在这一刻 有一种太初的气息弥满 仿佛回到了开天辟地前 一切都回归原始 有的只是本源的演化 阴阳二气流动 太极元轻转 向外射出死光 攻伐大道宝平 决战到了最后关头 大道宝平内运无量法力 演化诸天法则 不可摸灭 它是一个完美的生物 只是在剧烈的抖动而已 并不会损缺 不过叶凡的强势攻击 却也取得了效果 大道宝平不可毁 却可隔断 他以强大的战力 斩断那些思思缕缕 想展开与华云飞的联系 砰的一声 大道宝平 终于是发生了一些偏移 不再拘于华云飞天灵盖的正中 差点飞出去 两人从武士一直打到红日西夷 所过之处皆是焦土 化为不毛之地 这一刻他们终于是分出了胜负 叶凡连续下重手 杀势不断 一招接着一招 啊的一声 化云飞 一声大叫 劈头散发 到底还是吃了一个大亏 被叶凡以龙行道狠曲线 打了出去 差点被力劈为两半 远处 一座山峰被撞塌 他的身子跌落在那里 五色血液流淌 但是他很快 就从烟沉中 站了起来 这一段时间